曾志偉低調送亡妻寶蓮子火化,將完成太太為怨,她選擇海葬。 曾志偉現任太太朱石真於本月三日再養和醫院病逝,兒子曾國祥向傳媒表示希望低調處理母親的後事。 昨天,九日於沙田寶福山紀念館地下寶福堂舉行徹令。 今早,十日,清晨時分,曾志偉與兒子曾國祥及兒子儀式王敏逆離開寶福山紀念館,連同一眾親友往大魚山寶蓮子出發。 志偉太太朱石真骨灰將安放於寶蓮子旁的海會塔,此處亦是梅艷芳骨灰安放場所。 大批傳媒在場等候,不過曾國祥早就表示喪事一切低調鬆解,並未有接受傳媒訪問。 大約中午十二時,志偉與曾國祥及兒子儀式王敏逆離開大魚山火葬場時,神情哀傷。 這次志偉及兒子曾國祥停下接受傳媒訪問,曾志偉,這個是太太的遺願,我們父子都希望完全根據他的意思。 不知,太太本身是一個很低調的人,知道現在有疫情啦,不想有太多人聚集。 所以選擇一個寧靜的方式,加上太太都病了一段時間,家人有心理準備。 都是的,所以都是一家人一起送別她,完成她為願,太太離世當日大家都在,她要說的事之前都說了,她其實都病了十個月。 我們只是想她是這個過程不要有痛苦,她是哪個癌症。 其實都有幾種,太太生前做了很多義工和很多寺廟結員,所以她的離去,她知道了要怎麼做。 之後曾國祥再補充,媽媽一直都想海葬,她好低調,不想麻煩人家,她一直都說一切鬆簡,未擇日海葬。 而曾國祥亦表示今年拿到金像獎最佳導演時,是同媽媽在醫院一同收看直播。 媽媽聽到她得獎時非常開心,大家也喜極而言當時正值母親節前後,曾國祥希望這是最好的母親節禮物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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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